糖尿病的临床表现可谓五花八门 除了典型的三多一勺表现 在糖尿病早期也有一些细微的身体改变 提醒我们要注意了 但是容易被忽略 今天咱们说九个糖尿病早期的临床表现 可能你认为这不算什么 但是已经处于约压健康的状态 跟着梁老师一起来看看吧 一、疲乏感明显 糖尿病患者早期的一种 表现是有比较明显的疲乏感 和胰岛素无法利用造成能量缺失有关 大脑能利用的能量来源主要就是葡萄糖 虽然我们血糖是高的 但是胰岛素相对缺乏 造成利用受限能量不足是疲乏感的原因 比如明明晚上睡觉时间足够长 但是早上醒来还是不能快速地睁开眼镜 白天工作头脑昏沉 打不起精神都可能是非典型表现的一种 二、葡萄菌感染 葡萄菌感染不能算是一个症状 是一个范围比较大的系统异常 葡萄菌在全身与外界相通的器官都有定值 比如口腔、皮肤、尿道口、阴道 如果血糖升高明显 葡萄菌会更活跃 出现感染症状表现在口腔的口臭 口气加重、辣州病等表现在皮肤的角气病加重 出现在泌尿系生殖系统的尿路感染 咽道炎等等是比较常见的且多发的表现 三、排尿次数多 正常情况下 我们一天排尿四到七次 在糖尿病早期 肾脏的路过功能改变 尿量增多 排尿次数也增多 尤其是夜间明显增多 被称为咽尿症 咽尿增多会中断睡眠 又会加重第二天的疲乏感 这个症状也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症状 四、皮肤前噪 糖尿病血糖升高 渗透压升高 血液浓缩 皮肤排汗减少 是造成皮肤前噪的原因之一 此外 血糖升高明显 血液流动减慢 造成组织缺氧 排汗系统也受其影响 综合原因让我们皮肤变得干燥 甚至起皮或皱脂出色素沉着 甚至出现一块一块的脊皮样改变 五、湿力减退 高血糖会损害血管 视网膜病变也是造成失明的最多件原因之一 在糖尿病早期 高血糖会造成血液浓缩 眼部血液循环障碍 引起眼睛周围肿胀 以至于看不清周围环境变化 尤其是老年人和病友其他疾病 会大大加重湿力减退速度 六、肌月变快 糖尿病患者体内能量不足 会不停地进食 但是进食以后还是感觉肚子了 所以饥饿变快也是糖尿病早期的典型表现 进食以后虽然胃已经被填满 但是食物能量又得不到利用 大脑还会发出缺少营养的指令 要继续进食 再加重血糖 最终降糖会更困难 七、伤口难愈合 很多人发现糖尿病都是因为伤口的不易愈合 这和高血糖造成血液流动速度减慢 局部伤口的新陈代谢减慢有关系 高血糖也更容易滋生细菌 对伤口的愈合缓慢也有不良影响 八、容易感冒 感冒多是病毒感染 糖尿病人免疫力低下 很容易被病毒清洗 有时候季节未到 自己却频繁感冒 自己都能明确感知到身体的变化 却没有多想一下是不是血糖导致的免疫力下降 只要是身体的改变都是有原因的 不会无缘无故 九、尿中异味 糖尿病的首要表现多是尿中出现血糖 这是身体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 尿中排糖会让尿液滋生细菌明显 进而出现异味对排到野外的尿液 因为含糖也容易吸引蚂蚁或其他飞虫过来 所以对患有糖尿病人来说 尿液一尝试也是常见的症状 关于糖尿病早期的表现 当然不止上面这些 各个系统都会受影响 糖尿梦还有什么典型的表现呢 留言和大家讨论吧 我是梁老师 这里是梁老师讲堂 关注糖尿病 关注健康 讲堂路上我们一起努力